中国财政部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试图向投资者保证将会增加支出 来提振中国经济 财政部部长兰佛安称 将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进行资本重组 并且购买没有售出的房屋 但是没有公布人们所期待的 各项计划涉及的具体金额 比如说最大的问号是 北京将会一共投入多少钱来体振中国经济 以及其中有多少会流向消费者 兰佛安没有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详细的回答 而兰佛安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沉默 让投资者们或多或少感到不安 这也令中国股市在周一难以找到方向 大陆股市最初是震荡 最终沪深300指数收盘上涨1.91% 但是港股是收跌 恒深指数收跌0.75% 恒深科技指数跌1.43% 中概股也是跌多涨少 老虎证券一度跌超10% 小鹏汽车一度跌超8.9% 连岸人民币对美元也是小富走弱 很多股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中国的牛市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还能不能够再冲进股市呢 中国A股的动荡行情也令很多基金经理 最近是三肩齐口不敢表态 但是在周一有中国巴菲特支撑的投资人林源发声 他在参加一次线上交流会上称 牛市是套不住人的 这个位置套住的是金项链 林源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私募基金的一个掌门人 他所持有的股票价值达到几十亿元 由于他的投资理念 很多人认为跟股神巴菲特有相似之处 因此在2006年 北京青年报就称他为中国巴菲特 央视则在报道他的时候称他为中国股神 在本周一的一场交流会上 林源给出了诸多观点 首先他认为股市涨多了就要跌 跌多了就要涨 这是股市永远不会变的规律 他认为不管熊市牛市 这是都会出现的情况 因此最近的波动没有什么问题 其次他认为现在这个指数的位置 仍然是非常便宜的 他不认为3000点入市是一个高位 他还说就算套住了也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套住了我认为是个金项链 而且他说是否套住是你思维方式的问题 如果对后市看好那就不存在套住 而林源称他本人是坚决看好 林源的话这番话有多少值得参考呢 蓝福安部长也没有给出可以参考的具体数字 而我们现在唯一有的就是周一中国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 经济数据显示 9月份中国仍然面临严重的通缩 消费者价格通胀率接近于零 仅为0.4% 而工厂出厂价格的通胀率也在9月份继续大幅下降2.8% 此外中国出口也表现不佳 增长大幅放缓 9月份出口增速为5个月来的最低 远远低于分析师的预测 同时 进口也是意外减速 进口增长率仅为0.3% 只达到预期的三分之一 可以说周一公布的9月份中国经济数据整体都低于预期 中国的出口原本一直是苦苦挣扎的中国经济中的一个亮点 而现在迹象表明 贸易引擎也在放缓 分析人士表示 这种趋势出现在其他国家加大贸易限制的背景下 这可能会长期抑制中国的出口增长 欧盟在本月初就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了进一步的关税 高达45% 它加入了美国和加拿大加强对中国贸易限制的队伍 而作为回应 北京对欧洲的白兰地征收了关税 推翻了此前不征收关税的决定 现在各国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政策推进 并且准备应对溢出效应 如果北京不能成功 那么后果将会波及至少整个亚洲地区 分析人士表示 对区域经济体而言 重要的不是中国能否实现增长目标 而是中国经济能否稳定下来 还是会进一步放缓 野村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中国刺激措施的类型很重要 目的也表示 其他国家真正想要的 不是通过大规模刺激措施来达到5%的年增长目标 而是针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的支持 比如说对促进消费的大力支持 如果中国国内消费需求低迷 将会促使制造商将产品消往海外 亚洲经济学家表示 中国企业正在努力以微薄的利润 将过剩的库存消往海外 给东南亚制造商带来了激烈的竞争 泰国已经表示 埋怨中国廉价的进口商品的涌入 尽管北京的政策会波及到整个地区 但是目前来看 亚洲其他主要国家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家的经济增长 都超出预期 表现算是出色 但尽管如此 这些国家仍然希望北京采取有利的财政刺激措施 目的分析表示 中国要实现良好增长 关键不在于建设更多的设施 而在于解决结构性问题 中国必须改变 在通缩预期进一步加深之前 一定要采取果端行动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吴贵英则分析 中国财政部提出的政策方向 没有把财政刺激的重点从投资拉到消费上 短期内对消费端影响仍然较小 能否打破通缩的恶性循环 取决于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速度 中国应该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刺激消费 比如说发放无门槛的消费券 但是他也提到 中国高层对发放消费券非常谨慎 因为不想让中国变成一个所谓的福利社会 但是如果想要实现全年5%左右的增长目标 他说最后三个月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 投行高盛在周日则是调高了 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预测 高盛预计今年中国GDP将可以增长4.9% 高于之前的4.7% 不过高盛警告称 中国的结构性挑战依然存在 他认为中国的三大问题 人口结构恶化 多年的债务问题 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风险问题 不太可能会因为最新一轮的政策放松而大声逆转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事情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充满求知欲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热门话题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这场选战可谓史无前例 究竟唐纳德川普能否重返白宫 亦或是贺锦丽将突破性别范围 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 让我们指导黄龙一探究竟 这场选战厉害关系重大 竞争激烈 从华府熙攘的街头 到华尔街的金融脉洞 再到矽谷的科技巨头 全美各地都为之沸腾 首先我们来谈谈川普 不论您是支持还是反对 都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他的支持者一如既往的热情拥戴 他已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 激荡着选民基础 但且慢 贺锦丽可不是省油的灯 身为现任副总统 他一直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 他对美国的愿景是进步的 包容的 具有前瞻性的 他会是打破那道最高 最坚硬玻璃天花板的人吗 现在让我们不要忘记 那些不被看好的候选人 竞选过程中总会有惊喜 独立候选人 第三势力 以及黑马都有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扭转局势 这场竞赛 路死谁手尚未可知 那么谁会赢得胜利呢 答案并不容易 民意调查 辩论和舆论每天都在变化 可以肯定的是 2024年大选注定将成为历史性的一刻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我们将为您带来每一次转折的最新消息 从竞选活动到投票所 我将为您带来第一线的最新报道 别忘了点赞订阅 并开启通知铃铛 以获得更多突发新闻和深入分析 感谢您收看美国简报 下次见 请在YouTube上关注我们 at美国简报 请不吝点赞订阅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新闻背后的多维思考 带你洞悉头条背后的世界 在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六度解析中 我们将深入探究时事热点 为你揭开新闻背后的真相 在这个信息泛滥真相难觅的时代 六度解析应运而生 我运用海量数据 人工智能整合 以及专家观点 层层播细每个故事 通过实时背景数据挖掘 确保你获得全面的新闻资讯 然而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数据 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串联起来 我将分析多方视角 皆是隐藏的脉络 为你提供单一媒体 常常忽略的背景信息 无论是政治 经济 还是全球事物 我都将为你带来最具洞察力的分析 试想一下 拥有洞悉全局的能力 做出明智的决策 参与有意义的讨论 这就是六度解析带给你的价值 它不仅仅是新闻分析 更是一种赋能的工具 加入今日华尔街的六度解析 共同探索头条背后的故事 你通往深度理解的旅程 从这里开始 不要只是阅读新闻 要解码新闻 理解新闻 活出新闻 这一切尽在六度解析 立即订阅 不错过任何政治拙见 因为了解真相 仅仅是个开始